我们今天又来看房子了 这个房子在普摩拉 三房一域 不到一千尺 地不错 七千多尺 因为屋主呢 他是想整个装修了以后 拿出来卖个高的价钱 你要知道现在三房一域 在普摩拉这边可以到五十万 但是他们准备装修的时候呢 哎呀 装修师傅忙 然后材料也涨 所以干脆他们就不装修了 然后想拿出来卖 现在不到四十万的价钱 所以我们今天也过来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到时候 打个折 能不能把这个拿下来 整个屋顶还行 但是屋檐呢 很多的这些白衣 屋檐都要换了 它也是空顶房 也很多的朋友过来看 窗户不行 整个drive呢 只有可以停一台车 它可以从后面 停车的 窗户也还行 整个房型还行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个铁门已经很旧了 铁门要换 地板好像做好了 你看 所以现在 就是很多的屋主啊 把旧房子拿出来 准备装修以后呢 拿出来卖 但是 你看很多老的房子 这也是 三几年的房子 已经做不好了 你看这 屋顶啊 你光油漆不行 一定要打磨才行 窗户要全部换 所以在师傅 把窗户玻璃取掉以后呢 就没来做了 只有把它先封起来 现在玻璃公司也是很忙的 你要做十几个玻璃 两万尺寸以后 要去订的话呢 还要两个多礼拜 这是厨房呢 厨房这边有个窗户 然后这边你看 都已经 把楼头啊 那个洗碗机 洗碗的盆呢 都去掉了 所以你看看 所以旧房翻新呢 大家一定要看好 不能是随随便便的 在这边走线啊 所以很多人 只是把表面油一下 然后就看起来好看 但是呢 里面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你看看 所以这些都一定要刮灰 打磨以后 这样才整起来才漂亮 不然把这样 就是表面的话就不行 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去后院的 但是后院已经封起来了 这是一个洗衣房 这这洗衣房 这边都做了墨里板 都没必要 三个房间 所以你看 这种烈器楼都不行了 太旧了 太久了 这个都是准备做墨里板 衣柜 这不行了 这油漆中心 所以墨里板 就直接放弃了 不做了 自己来 把它便宜 给价钱卖掉就可以了 哇 你看看 水月打了这些洞啊 看看这个电线在哪个地方 到时候这些热气都不要了 整个的线我们要换掉 这个门呢 宽太小了 这是一个房间 这也是一个房间 没有办法 它的格局只是这样 这是一个衣柜 不到1000尺900多尺 所以这样再怎么油都没有办法了 这里的还有一个空间 应该也是把它当成房间的 所以它才能够达到三房 你看 我整个的这个窗户下面 都已经凹进去了 看 这都要花钱来做了 这衣柜 这衣柜门 这里面也都是 要重新做 打磨 浑干 挂衣干都要换了 你看这个门框 要做好 要做好 这些旧房子 这是洗手间 洗手间淋浴 还行 对 马桶换了 但是浴缸都没有换了 墨里板 修得还行呢 这些柜子都不要 哇 这颗产 当我们来看旧房呢 只是看它的 这个格局了 我们去看看后院 后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可以做ADU的 我们从房子的左边 这边 我们从这个边境线进去 这是刚看到 下面的这个房间 后院蛮大的 很大的一个牛油果树 这是车库 是可以从出面境的 但是这已经是 十年没有整理了 这垃圾堆成山了 电箱应该是不行的 一定要换电箱 这么多的垃圾 这颗牛油果树 太好了 所以整个房子全部要翻新了 这后面的垃圾要都要拖走 这要好多钱了 这个帕柳两棚都不行 屋顶也不行了 这还有一本书 这还有一本书 这边很多都是这种房型 房子在前面 车后在后面 大家共用后面的车道 来进车 也不错了 这还有个好东西 你看 鳄鱼 鳄鱼是吧 鳄鱼头呢 还是有这个味道 尾巴 尾巴 车库都封起来了 我们赶快看一下 所以这个位置除了车库以外 还是走过来建一个ADO的 哇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旧房的时候要穿这个 你看安全鞋 把这个安全鞋一穿上 你就不怕钉子了 不怕老鼠 不怕蛇 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从后面进来 这是两个车的车库 对 整体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是跟邻居共用的这个车道 但这种车道大家 晚上回来的时候 停车很 怕的 这房子的利点还不错 在普莫拉跟达蒙巴的中间 很靠近 加州大学 加州州立大学普莫拉分校 对 这个也靠近克莱蒙 很多的大学都在这边 所以 如果说40万以下能够拿下来 是非常好 装修个5万块钱 对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朋友你有很好的建议 或者不同的翻新的方法 也请你在我视频的下方里面去留言 也是一样 有个朋友 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 请你订阅 关注 转发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 分享我们在美国 买房 卖房 投资房地产中间 分享我们精彩的故事 谢谢你 我们感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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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